我们有很好的策略 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区域型的一个公司 所以直到我们在三年前 这个基美的加入 还有四年前的这个普世的加入以后 整个公司才有一个大的转变 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基美在三年前的时候 刚好也是大环境在下修 因为2019嘛 刚才是2018我们这个产业 有一个很很好的龙井 但是2019它就开始下滑了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 刚才才会有机会有的基美的加入 因为我们产业下滑 是一个产业的整个普遍的现象 那我们刚好在2018年 经过一个被动元件的盛况 一个龙井 所以让公司累积了不少财务能力 所以我们在2019整个产业下行的时候 有了基美的加入 当然那个是一个我一直提到就是 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很多东西都是 机会来了它会属于给已经准备好的人 才有办法抓到这个机会 所以当我们同业包含基美在内 发现这个下行的这个行业已经在往下在 这个行业已经往下的时候 那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策略跟想法 那时候国具有足够的财务能力 第二个因为产业下行 所以我们也议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我这个其实也在间接 我相信很多媒体朋友或是投资界朋友 一定会认为说 现在好像景气下修 你们会这么积极 这个其实也间接回答各位这个问题 国具在过去很少在产业融景的时候 做大幅的扩充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等一个好的时机 我们当然是要等到好的时机 我刚提到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有足够 准备好的条件在这个好的时机来的时候 像我们在做扩充 我们原来的产业做扩充 也是大致上产业在比较低迷下修的时候 我们在做扩充 因为产业在高峰的时候 你做扩充 大概光是买机器 大概交集都是18个月了 18个月完了以后 大概也差不多那一种 好的这种状况也开始往下在走 国具刚好在这方面 因为平常就有做准备 所以我们在产能上的布置 在景气好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产能的扩充 反而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我们对市场对产业应用的一些判断 我们才会投入 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你如果在财务上有足够的财务能力 可以来支持你 我们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要去做即使在做本业的扩充 我们对机器的溢价 对原材料的溢价 我想我们会拿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那就是以后会成为我们跟同业的 竞争条件的一个好处 那这个时候呢 刚刚这个是谈到我们一般在做 产业扩充的时候的一些逻辑 那我们公司本来成长就靠两个 一个是我们自己本身 在我们自己知道的领域里面 我们在技术 在产能 在效率上会去做调整 另外一个是靠着新的技术 需要新的技术 新的市场或新的通路 我们会透过并购 那这几年 结束 购